侵华战争一开始啊 日本人啊 看中的并不是那个土豹的张作霖 也不是那个十五姓家农 缝缝缝什么 港村宁次第一个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同学孙春芳 想让他呀在伪联合政府当中啊 担任要职 你别说 这孙将军啊还挺客气 就用两个字啊 打发了港村宁次 滚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地儿啊 是北京植物园 我呢要去带您一块啊 去寻访一处民国时期北洋的将领的墓地 这位北洋时期的将军就是孙春芳 自新远山东历城人 就跟那个秦琼秦书宝啊 他们是同乡 1935年的时候 在天津 已经下野的孙春芳啊 被一位叫尸剑翘的女士连开三枪刺杀身亡 到了1938年的时候啊 孙春芳才被埋到了这个墓园 这块墓地啊 是孙家早就买好了的 东边呢 是墓地 西边呢 是祠堂 祠堂一边啊 已经被挪作他用 现在是植物园的一个对外开放的快餐厅 来孙春芳的墓园 有两大看点 我认为啊 比富波市的宝顶 还有看点的 就是门口这对迎联了 他上联写的是 往事等浮云 再修坛 带路粉鱼 黄问江东顾雷 这下联就更有意思了 脸神归净土 且收起五子家法 来听世事凡音 这就是说呀 一位大将军在乱世当中啊 无奈 只能啊 归于佛门净土 听经讲法 这幅对联 我看不但能写给孙春芳 对很多的北洋将领啊 都是可用的 与诸多那个时代的名人相同啊 他们呀 都是买来民国已老的旧碑 打磨之后呢 重新探客 孙春芳的富波市宝顶啊 还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很多古建方面的专家认为 这座宝顶造型取材于佛教当中的 富波市木塔 还是中式的宝平式建筑啊 有待商榷 还不能泛泛的就下结论 你看我后子啊 就是著名的孙春芳的目的 他是北洋时期的一个北洋将领 有人说著名什么呀 都没听说过 其实这孙春芳这个人啊 他当时在北洋后期是和张作霖 吴佩孚齐龄的属于是北洋三巨头 当然是北洋后期的北洋三巨头 吴佩孚就是秀才出身 属于是儒将 也无非就是武备学堂的出身 张小个子呢那就是土匪 就是抬手要人命的主 对吧 但是孙春芳就不一样了 孙春芳是真正有学历的这个北洋将领 他早年是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然后呢 后来又去日本就读了这日本陆军军官学校 和这个当时清华日军的头子 张春宁次是亲同学啊 据说好的呀 两个人坐一坐 这个是这个蒋伟园长的大学长 当然了 蒋伟园长认为他是自己的大学长 但是孙春芳并不承认 不光孙春芳不承认啊 因为这个 据很多人推测呀 这个蒋介石是没有读过这个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 他呢 只不过在日本读了一个预科准备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时候呢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然后他就随着带头大哥陈继美回来赶出面了 要是提起这个孙春芳遇刺啊 那要是按我的想法呢 就是也冤他也不冤 为什么说他也不冤呢 因为你必定把人家爹给砍头了 给弄死了 但是我们要提到冤呢 那就得先从这个施松斌开始说起 这个施松斌呢 就是是早年混迹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混方 这么说啊 可能不太贴切 但是啊 当时啊 这老先生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然后和这个孙春芳打仗 各带领人马打仗 咱们北洋时期的这个战争都很混乱 我们暂且就不提为什么 可能也没不为什么 就为争夺地盘 就这么简单 施松斌因为年纪大呀 这个也是比较昏溃 竟然在这个战场上干出了什么事呢 就是打不过对方 然后坦克掉头 从桥上碾压着自己士兵的尸体车队的这种 特别恶劣的这种手段 后来呢 就被这个孙春芳擒住了 擒住了以后呢 这孙春芳也不顾及面子 就把这个施松斌咔嚓砍头了 实际上呢 这两国骄兵嘛 这都有都是北洋系的这个军阀 大可不必啊 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绝 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凑巧 这个孙春芳就是把施松斌砍头了 施松斌有个女儿叫施建翘 施建翘呢 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物 我非常佩服施建翘 我认为呀 什么法律的制裁呀 道德的潜着呀 那背后呢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法治社会和强大的国家支持 在民国那个混乱的时期呢 我认为灰剑斩仇人才是最应该做的 然后施建翘女侠呢 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这个七七事变以后啊 实际上孙春芳就到了天津做了御工 潜心修佛 然后有一天呀 在这个居士林做佛事的时候啊 在他这个附近的一个女士啊 就从兜里逃出了一只精致的伯郎领手枪 对着正在念经的孙春芳啊 就连开了三枪 就把孙春芳打死了 这个女人呢 就是施建翘 就是早年呢 被孙春芳砍杀的这个施松斌的女儿 这个举动是为父报仇 施建翘打死了这个孙春芳以后啊 并没逃走 然后是顺手那个从怀里掏出这纯灯 洒了出来 然后嘴里边勾喊 老贼已死 我大仇一报 施建翘 刺杀孙春芳以后啊 社会舆论四起 这报纸上 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呀 这个施建翘啊 为父报仇 金国不让须眉 堪称民国第一女侠 这有点过了啊 我个人认为这民国第一女侠呀 那还是剑虎女侠秋锦 必定呢 这民族大义啊 他比个人恩仇啊 要可歌可泣得多 当然了 也有泼脏水的 有人说呀 这施建翘刺杀孙春芳 那背后是有人主使的 是谁呀 就是南京的江文园长 其中啊 操盘布置实施计划的 是军统特务 他们的观点认为呢 施建翘 一个女流之辈 怎么能摸到孙传芳的动向呢 并且呀 刺杀孙传芳的那把伯朗宁 是那碗啊 全世界最先进的手枪 而且啊 价格非常昂贵 施建翘 一个颠沛流离的弱女子 哪来的钱 买这个呀 刺杀了孙传芳啊 只有对蒋介石 才是一举两得 首先啊 除去了北洋军阀 这么一个眼中钉 他认为这些下野军阀 时刻都有投靠日本人的可能 收买呢 就不如除掉的省心 其实这一点啊 还真说屈了孙传芳将军 侵华战争一开始啊 日本人啊 看中的并不是那个土豹的张作霖 也不是那个十五姓家农 缝缝缝什么 港村宁次 第一个就找到了自己的亲同学孙传芳 想让他呀 在伪联合政府当中啊 担任要职 你别说 这孙将军啊 还挺客气 就用两个字啊 打发了港村宁次 滚蛋 所以说啊 这孙传芳啊 在这方面啊 真算得上是挺有气节 无论怎么说吧 施建峭啊 刺杀了孙传芳 为父亲报了仇 这也算是 民国的一段奇案 关于施松斌 施建峭 孙传芳 他们之间的个人情仇啊 今天啊 咱们来不及展开讲 您要是乐意听呢 我就乐意讲 改天呀 咱们苏州 施建峭女侠的坟上 我再给您细细的掰着掰着 留言区告诉我 这也算是我的动力不是 我的好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点赞并转发 得嘞 今儿啊 咱们就到这儿 回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